政府现在寄出纾困贷款 希望可以让有困难的中小企业跟劳工 度过疫情的难关 不过实在力量的立委邱显志今天爆料说 公股银行的高层定下了关键绩效指标 也就是KPI 要求基层的行员达成业绩 而爆料的吹哨者说 这样的做法让基层压力非常大 甚至可能为了充业绩 纾困给没有需求的人 只是邱显志今天上午要开记者会说明 财政部国库署跟公股银行代表都答应要列席 却在会前全部临时说不来 最后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记者会 在骂公股横酷 但左看右看就是没人来 比悲伤更悲伤的是 就是明明找了你们来都答应要来 最后却通通放鸟我 徒留显志一人 一个人的记者会太孤单 显志气不过 我们同仁没有联络好 对 为什么没有联络好都回信了 难怪难道我是遇到诈骗集团吗 署长 如果你不要参加的话 你要事先跟人家讲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不起啦 不约而同临时全数放鸽子 让人家很建议 而其实邱显志被放鸟还坚持要讲的就是质疑纾困贷款乱象多 甚至还出现未带而带的情形 吹哨者爆料说公股银行基层行员为了业绩达标 现在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高层下达关键绩效指标KPI 让他们压力很大 就怕公股行库为了达放款目标 找上无贷款需求的企业来贷款 恐怕沦为大撒币 只是说好的当下要来向外界说明 最后却成了放鸟记者会 记者送我报道